近来不断有消息传出美国将松手制裁 陆美放风称去年12月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芯国际 部分美国供应商已经拿到许可证 随后中芯3号晚间就公告 宣布与埃斯摩尔延长光刻机订单期限到年底 总代价约12亿美元 但荷兰埃斯摩尔声明指出 10奈米以及以下先进制程的EUV仍在禁令行列 与此同时拜登的商务部长雷蒙多在通过任命之后 四号首度承认美国前总统川普对中共的关税很有效 并赞同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是对中共寄出制裁的强大工具 雷蒙多先前曾拒绝在国会承诺 将华为及中芯国际等与中共乃至军方 有关联的中国公司保留在实体清单之中 但在上任后改口 不过就在他改口后 美国媒体Delicolor披露 雷蒙多与丈夫通过ETF指数型基金 持有微信母公司腾讯控股的股份 价值在21,500美元至4,400美元之间 由于拜登政府正在审议川普禁止 与腾讯交易的命令 因此雷蒙多持股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引发关注 雷蒙多另外持有的新兴市场ETF中 还包括中共官方控股的 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 美国非营利组织政府监督项目顾问艾米说 根据利益冲突法多角化的共同基金 通常会被豁免 不过艾米建议雷蒙多最后与道德官员讨论 从而确定是否构成利益冲突 并在必要时撤出 雷蒙多和中企有密切的经济联系 参议员克鲁兹在2号确认听证会上 就发出警告雷蒙多很难对中共强硬 新唐人也在电视 叶恩姐变异 叶恩姐变异